来继续啊 好这是一个啊 那完了之后呢 大家注意啊 现在呢有一个小小的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啊 接下来呢说这个实啊 这个叫PiCKLEPICO这个模块的使用啊 来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啊 刚才说了一下什么东西呢 说了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我们呢要把这个数据呢 存到这个文件里边 我们说了文件的话呢 它只接收什么呢 存文件啊 这个Python里边啊 Python里存储文件啊 里这个存入数据 存入这个数据呢 只支持什么呢 只支持存入什么呀 存入这个 这个字符串和什么 字符串和这个 字符串和这个二进制是不是啊 只支持这两个 一个叫字符串 一个叫二进制 那刚才呢我们讲那个Jason啊 他就是将怎么样呢 将那个将Python对象啊 Python数据吧 不能说对象 其实他这里边的数据很有像啊 Python里边的数据 比方说哪些数据呢 我们这里边 他支持的啊 Python里边的数据呢 他就支持这个表里边列出来的 字典 圆祖列表 字符串 整数 浮点数 布尔值 还有这个Nan啊 只支持这些东西啊 将Python里的数据啊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什么呢 这个STR 这个还有什么 这个List的 T U T U P L E TEMPO 还有什么的DICT啊 T U P L E 没有M啊 DICT 什么这个INT FLUT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叫布尔值 还有这个NONE啊 等哈 转换成什么呀 等这个转换这个成为这个对应的什么呀 对应的这个JSON啊 好 这是一种啊 那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Pico模块啊 Pico这个模块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事呢 就是将这个Python里的这个对象啊 它更厉害啊 转换成为二进制啊 大家注意 它不管啥反正啊 Python里的 所有的啊 任意的 任意的 你不管是什么 它都能转成二进制 大家注意 我们跟大家讲过啊 我们说这个数据啊 你怎么写的话 你不管怎么写 它都是有这个 都是有这个 都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过这个计算机本质上 存储的数据 保存的数据 传输的数据也好啊 不管是啥玩意 其实都是二进制是不是 那所以呢 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 不管怎么做啊 不管怎么做 都可以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数据啊 都可以转成二进制 明白不 好 Import的谁呢 Import的这个PiCK Pico啊 这个模块 好 那这个Pico模块呢 跟我们那个JSON模块很像啊 它也有什么呢 也有这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序列化叫什么呢 有这几个方法 叫这个 Dumps Dumps 还有一个反序列化 反序列化叫什么呢 叫漏子和这个漏子 你看这个名字 你都知道它干啥的了啊 好 来看看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一个Names 等于什么呢 还来这个啊 来一个名字 比方说来个张三 然后来个多少呢 来个李四 我们再来几个 捷克 是不是 捷克 来个什么亨瑞 亨瑞 亨瑞 有那个亨瑞吗 亨瑞 亨利 应该叫亨利 是不是 这么这么小吧 好 有这些人吧 有这些人的话 我们现在的小码的存进来啊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转成这个 接生字幕上存 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怎么办呢 把它变成一个二进制啊 大家看Pico啊 点叫Dumps 把谁放Dumps啊 把谁放进来了 把这个Names啊 Names给它放进来 来个什么呢 这个叫X啊 这个B二进制的Names吧 好 看看它啊 二进制的Names B下滑线Names啊 看看它变成什么玩意了啊 来运行一下走啊 大家看这个数据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个二进制了 看到没有 那既然是二进制了 我就可以怎么办呢 大家注意 这还不是二进制 这应该是16进制是不是啊 但它其实也是二进制是吧 16进制就是二进制嘛 是不是 好 不只是16进制 还有一些编码啊 这个东西有很多 它不认识的啊 我们不认识的 但这个Python自己认识的啊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大家注意啊 我们现在既然是个二进制了 我能不能把二进制写进来啊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这个写进来啊 来个Fill等于什么 Open 我打开谁呢 打开我们这个叫 Names.t 大家注意 你再往里写的话 你得以WB的形式写啊 为什么以WB的形式写啊 因为你现在拿到的是二进制的数据 你要用二进制的形式往里边写啊 Fill.write 来一个B Names 好最后呢 Fill.close 来运行一下走 看看这个里边 是不是就写进来了呀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啊 它怎么样呢 它是用这个UTF8 大家注意啊 这个写进来的话有个问题 啥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问题啊 大家注意啊 你不管怎么弄啊 都 大家注意 有没有同学说 老师我能不能把这个数据给它变得看得见呢 其实很难啊 大家注意 这个数据的话 你看能依稀看得到 张三李四杰克亨利是亨利是不是 大家注意啊 你这个地方不管用什么编码来加载啊 都加载不了 都加载不了 都是会有乱码的 都是会有乱码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写入的是二进制的这个形式啊 它不是重文本啊 大家注意 现在我们写入的啊 你打开的话呢 写入的是二进制 写入的是这个二进制啊 而不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重文本 所以你拿的话呢 你打开啊 如果你打开这个文件的话呢 你会看到很多乱码 这里边的要求啊 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不要改它 也不要动它 你就当没看见 你就不要打开它就对了 没有 这个时候啊 这个文字已经写进去了 没有 已经写进去了啊 那我现在怎么样把它加载出来呢 feel1等于什么呢 等于open啊 打开谁呢 names.th啊 我现在怎么办呢 以rb二进制的形式给它 给它打开 关掉它 close啊 close close 关掉 好 这个feel1 我现在呢 也只读二进制的形式打开了 我现在可以怎么办呢 那你读到的内容是个啥呀 feel1.read 你读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二进制啊 大家看就是二进制 这就是二进制 那你现在怎么样把它变回来 变成我们这个Json里边的这个 变成我们这个python里边的这个列表呢 直接再用这个pico pico.这个 有一个叫loads方法 把这个x加载回来 你拿到一个结果这个y 大家看这个y呢 就重新的变成我们这个列表了 来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又重新变回我们这个列表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过程啊 是loads不是load啊 是loads不是load 大家看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两个 我们跟大家再总结一下 dumps啊 区域化有一个叫dumps就是怎么样的 将这个python里边的数据啊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为这个二进制啊 万物接口二进制 什么样不 啥万人都能转 好 这个呢 dump呢 它的dump的作用是干啥的呢 跟我们那个有点像啊 这干嘛呢 就是将这个python数据转换成为这个二进制 并怎么样呢 并保存到指定的文件啊 同时啊 同时啊 同时保存到这个指定的文件 没有问题吧 好 这是一个 那这个loads呢 是干啥的呢 这个loads呢 是干啥的呢 就是将那个将二进制啊 加载成什么呀 加载这个成为这个python里的数据啊 python数据 然后呢 这个load呢 干啥的呢 load呢 它是这样的 它是读取一个文件啊 读取文件并怎么样呢 并读取文件并将这个文件的内容啊 文件的内容 加载成为二进制啊 成为这个 成为这个二进制啊 好 这是两种方式啊 就是你这个呢 你可以先怎么办呢 先把它转成二进制 再把它写入 然后呢 你读的时候 也可以先把它读出来 再loads回来 那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系列的 这是一个方法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能怎么做呢 再把这个load和这个 把这个dump和这个load再说一下啊 来 这个fail啊 fail几呢 fail这个 fail2吧 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 不写fail2了 我们直接可以这么写呢 来个pico啊 点什么呢 点这个dump 大家注意啊 dump就直接啊 把这个对象放进来 然后呢 把它写到一个文件里边 哪个文件呢 fail2等于这个open谁呢 这个叫names.ts7 以这个wb的形式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fail2啊 传进去 那这一步啊 这一步相当于上面的这几步 看到没有 相当于上面的这个啊 应该这么说 这两步相当于上面的这三步 看到没有 之前的话呢 你得把它转成二进制 再给它写进去 现在呢 你直接转成二进制 同时它就写进去了 fail这个2点 这个close啊 好 ok 这是一个啊 好 那这个加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用pico.load啊 load的时候呢 需要一个文件 那fail这个3 fail3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open什么呀 来个names.ts7 这个以什么形式呢 以这个rb的形式打开 是不是 那这个来个什么呢 fail3 好 把它给加载回来 看到没有 这个拿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列表了 明白吧 load描述怎么了 load读取文件 将文件的内容加带 加带成为这个对象 应该这么说 这个将文件的二进制内容 对写错了 文件的这个二进制内容 二进制内容 加带成为这个python数据 好 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这个呢 它是一种方式 那这个呢 它的功能很强大 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比方说 我们来一个person class来个lay吧 class来个dog吧 来个dog吧 好 来一个这个object df init 是不是 然后来一个这个dog 来个name 来个color 好 比方说这个 这个狗叫什么 来个self点这个name 等于这个name 好 这个self点color 等于这个color 是不是一个狗 有个颜色啊 我现在来个狗啊 d等于这个dog 这个狗叫什么呢 这个狗叫大黄 它是什么颜色呢 它是白色的 可以不 没问题吧 那现在呢 我这个数据啊 这是一个对象 我想要把它给存进来 我可以怎么存呢 这个就很厉害了 你直接用那个pico啊 点这个dump啊 你可以直接把它dump进去 看到没有 把这个d放进来 然后呢 给它来个文件啊 叫 我直接就写了open 来个什么呢 open来个这个叫 d.t 是不是 然后呢 还倒个点tt 然后呢 以wb的形式 往进写 看到没有 dump就把这个狗 写进去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走 你看看 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什么呀 就有一个dog点tt 这个对象啊 整个就进去了啊 黄色的大 白色的大黄 怎么了 是不是啊 我就想这么写 是不是 我加狗 我这是白黄色盲 不行吗 是不是 好 这叫大黄 就是白色的 怎么了 好 OK 这是一个啊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你如果啊 大家看 这个地方存进去了 存进去之后 它更厉害的一点是啥呢 我能把它给加载回来 看啊 来个pico p-i-c-k-l-e pico 点这个 load 在读谁呢 再来一个 读这个open 我们再打开这个文件 叫什么呢 叫dog.tt 这个里边呢 叫什么呢 这个叫rb 指数的形式打开它 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来个 dd吧 点它 好 来dd 点print 大家看啊 现在这个大黄啊 还能被我加载回来 看到没有 还能被加载回来 而且呢 你还能怎么样呢 来个dd.name 看到没有 还依然是我那个大黄 这个颜色呢 依然是我白色的大黄 看到没有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看看 走 这个属性呢 还在啊 还是大黄 还是白色的啊 还是白色的大黄 而且大家注意啊 这个二斤质 这是保存起来的很厉害啊 你看啊 这个这个大黄啊 白色的大黄 我们把它存到啊 这个是呢 这个是存到哪啊 保存到 保存到这个文件里啊 文件里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干啥呢 从文件里边 把它加载出来啊 从这个文件里 把这个加载出来啊 加载这个出来 它厉害在哪呢 大家注意啊 它是原封不动的啊 原封不动的保存 哎 原封不动的保存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注意的点啊 你看如果 再来一个 def 这个方法叫 eat it啊 来 如果来一个print 这个叫 self.name 怎么样呢 正在吃东西 是不是 正在吃东西啊 大家看啊 这个数据呢 很厉害啊 你看我把它 这个大黄 穿结好了之后 我把它打包 存到文件里边了 又从文件里边 给它拿出来 那它还能够 能不能用这个eat方法呢 嗯 还能不能eat呢 d.eat啊 大家注意 还能eat啊 它这个eat方法照样用啊 来运行一下走 你看 大黄正在吃东西 看到没有 哎 它还能够再吃东西 还能够直接用 这个eat方法 没有 看到没有 它这个保存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当 pico这个保存的方式 它是直接 把这个数据啊 原封不动的 给它保存起来 不是保存的 内存地址啊 是保存这个 内存里边的数据 没有 他把这个数据啊 直接给你存起来了 没有 010101 对 就0100 这个内存里边 写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它都给你存起来了 没有 都给存起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啊 它是原封不动的保存 你以前有什么属性 我现在还有什么属性 你以前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都还有什么东西 都给你原封不动的 保存下来了 它保存的很厉害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Pico和这个什么呀 Pico和这个 和这个Jeson 它两个的使用啊 把这个停一下 我现在都给你存起来的 中文字幕by索兰娅